今天的水长得如此之高 我这些钓位都已经没有了 就可以跑到上面这个滩上钓了 今天的饵料 方块饵料 今天主要盘大鱼 要么空军要么钓大鱼 别无选择 你们说叫我钓一下大鱼 拿出来吧 当我拿出方块饵料的时候 那么注定不平凡 翻板钩走起 加一个石头 这个饵料是慢的 然后可以泡那个 三到四小时这样 比较久 所以呢 我们守大鱼的时间也比较漫长 装两个钩子 用小杆子搏大物 来了来了 看一下 方块饵料 又一个深水炸弹 继续来 先把钩子全都抛下去 然后慢慢的熟 方块饵料不好使的 还是蚯蚓好用 蚯蚓才是万能的 蚯蚓才是王道 但凡我用蚯蚓在这里扔下去 应该我已经钓到鱼了 但是方块饵料 只可以熟了 争取 钓一条不空净 你们听到铃铛响了没有 第一个 我说的肯定中鱼了 我在做着一个钉 生水炸弹 爆炸钩 这个应该中鱼了 中了也是小鱼 小鱼小鱼 我就知道 小螺飞 一抖一抖的 说好的方板钩钓钓大鱼了 最终还是钓了小鱼 也没事啊 起码不空净了 这也算钓到鱼了对吧 我现在已经把后面这两个 换成了爆炸耳料 换那个爆炸钩 这种耳料 这个耳料买很久了 都没有用 拿来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看一下方块耳料有用 还是爆炸耳料好用 反正方块耳料 钓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也没键来口 所以就用两个来钓爆炸耳料 那里有用 测得中了吗 拉得中了吗 应该是中了 还是大了 好给力 看一下 什么鱼 鲤鱼 钓了三个小时 它整了一口一条鱼 一条鲤鱼 不在这里玩了 没有激情了